嗨,哈囉,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又是阿宇的3C開箱時間 那今天要開箱什麼東西呢? 開箱這個 誒,開箱這個 是這個DJI的這個運動攝影機 然後這個我用的收音設備是這個RODE的Wireless Go 無線的直降機麥克風 然後今天這個開箱影片呢,順便來利用這支的開箱影片來測試這個 它的這個RODE的Wireless Go的收音效果 到底好還是不好吼 那我們現在廢後步就說,趕快來開箱吧 然後這個DJI的這個Awesome Action呢 這次購買的時候是它還有附送這個啦 一支它的這個自拍棒 好,等一下我會一起做開箱給大家看 好的,我們現在首先看到的這個東西是這個 它的這個外觀盒子的包裝 這是它的正面 另外這個就是它的便面 就長成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一打開呢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這個 DJI的這個Osmo Action的這個本體 直接就這樣拿起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它這個本體 然後這個是我裝保護殼的 一拿起來它就裝保護殼裝好了 保護殼就怎麼開呢?就這樣開 很簡單 就這樣就把它拿起來了 好,這個是它的本體 好,前螢幕 後螢幕 然後它 Osmo Action它這個產品的 最大的賣點就是它有這個前螢幕 你在做自拍的時候 有一個前螢幕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 好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 你就可以 在自拍的時候 就可以很清楚 抓到你右的這個角度 跟你那個背景 然後它的後螢幕呢 也做得非常大也非常寬 所以在做拍車的時候 在做步行拍車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這是它本體 然後這個是它的錄影鍵 這個是它的這個開關 然後這個是它的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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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就這樣子 輕輕一按 它就開機了 輕輕它就開機了 有亮綠燈了 然後這個是後面螢幕 前面螢幕 這個後面螢幕 要怎麼轉接到前面螢幕 很簡單就這樣子 這邊 切換鈕就這樣 長按下去 你可以聽到一個聲音 之後它就轉過來 就前螢幕了 然後再切回去也很簡單 這樣子 就切回來 後螢幕了 很簡單 很快速很方便 然後它開始錄影的時候 就這樣子按這個紅色按鈕 這樣按下去 它就開始錄影了 然後不要錄影的時候 也是這樣 按一次 它就停止錄影了 怎麼關呢 就這樣子 按一次 它就關機了 很快速很方便 然後接下來再講講它 它這個電池 電池 電池要怎麼拆裝呢 也是很簡單 然後就是這個 這樣子 有沒有 旁邊這顆 先這樣子 然後另外旁邊這顆呢 有沒有 這樣子 就可以把這個電池 把這個電池給拿起來了 它裡面是長這樣子 然後怎麼裝也是很簡單 這樣子裝進去 另外一邊 再把它壓緊 這樣就好了 因為它主要是因為它這個 是做這個邏輯防水 它可以做邏輯防水 然後深度大概是10米左右 所以說它的這個電子蓋 還有這個 這裡 這裡 記憶卡 它記憶卡的地方有沒有 它的卡榫都會做得非常緊 都會做得非常緊 所以有的時候在 拆的時候 會覺得不好拆 其實不會 我有個人覺得是不會 我就大概稍微研究一下 用心一下 按照它的這個步驟拆 就很好拆 就像我這樣子 它裝也是一樣 很好拆裝 把它壓進去 都要壓進去 那個橘色 它這邊有寫橘色的地方 不要看到就可以了 橘色的地方不要看到就可以了 還有這個記憶卡卡槽也是一樣 這邊記憶卡卡槽跟 Type-C充電的地方 這樣壓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它的本體 簡單的大致做一下介紹 接下來是它的這個 外觀保護殼 外觀保護殼長這樣子 裝也是這樣子裝 很好裝 就這樣子去裝 就裝上去了 就這樣子 然後底下 就是固定的地方 底下就是固定的地方 然後它這個有沒有 大概鏡頭這個 它是可以拆下來的 它的鏡頭是可以拆下來的 你可以再去買另外的這個 配件包跟包裝包 去換你要的這個濾菌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互惠拍攝的時候 那個太陽光很大 你有時候需要用到這個 所謂的減光鏡 所以它是可以做切換的 所以說它這個設計師自己很棒 設計很好很方便 好 再來介紹它其他的一些東西 好 這是它的盒子 盒子一打開 它有附一個這個 Type-C的充電線 然後 它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黑色的 這個黑色是放它的電池的地方 然後 它的這個說明書 說明書 然後還有它的一個底座 它另外一個底座 它我放在屏東 我沒有拿回來 把它放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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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這個 我什麼Action的一個開槍 來 好 看完了這個開箱影片 我們順便來開 這個 它這次所附贈的這個自拍棒 然後它這個自拍棒長這樣子 好 它是可以這樣子的 好 做一個 算是 算是一個 好 它也可以這樣子 算是一個 有兩三個角度可以做 改變的一個自拍棒 好 好 拿出我們的這個 What's On My Action 然後 這個有沒有 就這樣子 放上去 然後它有附於一個這個 我們就把它 這樣子鎖起來 好 這樣子 你平常就可以拿著這樣子 去用了 然後要自拍的時候就這樣子 它有一個前一幕可以看得到你自己 所以說你在拍的時候都很方便很好用 好 就這樣子 然後它底下還有一個 它這邊有一個 可以轉的 然後拿起來 這樣子 鎖上 好 就變成一個簡單的一個三角架 你可以這樣立著 立著 就可以開始拍 比如說你在吃東西 或是在幹嘛在戶外的時候 要跟人家講東西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固定地方放著 在解釋東西的時候 或吃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放著 放在桌上這樣子 很方便很好用 然後這樣子收的話也是這樣子 就要這樣子把它收回去 好 就這樣子 平常出去外面的時候就可以這樣拍 好 那 開箱的 這個階段 就到這邊先告一個段落 然後我先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會買這次這個 這個 Osmo Action 點音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 運動相機 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防手震做得很棒 我在不行的時候 你的影片 比較不會去做晃動 影片會比較穩定 然後看的人 才不會那麼的不舒服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呢 我為什麼不買 GoPro而去買這個 Osmo Action 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價格比較親民 它跟GoPro比起來 大概有兩千至三千的一個價差 兩千元到三千元這個價差呢 其實也不少了啦 也不少啦 所以我就捨棄了 這個GoPro 改買這個 DJI的Osmo Action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第三點呢 再來就是說第三點 就是它有這個前螢幕 有這個前螢幕 它跟GoPro比起來 就是說 GoPro沒有這個前螢幕 而它有 而你在做自拍的時候 會非常方便 會非常好 也是這個正正就主要原因 所以我捨棄了GoPro 我買DJI 這樣子 好啊 今天的這個開箱影片 就先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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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